這個部分是列的迴圈部分 那我剛剛講過這個formular 可以把它省略掉沒關係 那再來就是藍的迴圈 那把它兩個合併 其實就是我們最後的程式 那接下來看一下藍的部分 剛剛列的部分沒問題 藍的部分一樣把程式撰寫上去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把這個程式寫上去 然後列的部分我先把它註解掉 註解的方法就是說我不要執行 前面就加上什麼 加上單以號 然後呢我們就先把列做完了 沒有問題就把它註解 上面增加一個1列的迴圈 2是藍的迴圈 那藍的迴圈呢 因為剛剛那個i的變數有被用到 所以我們用追好了 那追的部分呢 我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可以從這邊 從這一個 這個是第幾藍呢 第2藍嘛對不對 一直到20年的話那就是第21吧 因為從第2藍開始 所以20年的話21 那程式的傳寫也就是for 2 所以等於2到21 2到21指的是2到21藍 然後呢接下來我要怎麼樣呢 希望它能夠向這個方向跑 就是說呢由第一個儲存格 這個是這個儲存格一直往這個方向跑 然後總共跑20藍 所以你程式要怎麼寫呢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這邊有個sales 前面一樣嘛這個 那sales第一個參數是什麼呢 是列對不對 因為一定是在第4列沒有問題 同一列嘛以後都是在第4列對不對 然後 追的話呢是指的是藍 所以有沒有我們就是從 第2藍 啊也就是適用的話指的就這個